哈喽大家好 你们可能会从我上一个视频中想到如果食物是好的 那我要回去吃橙或柠檬不就好了吧 好吧,让我们谈谈食品行业 你有没有意识到除非你有一棵橙或柠檬树 除非你可以从一棵树上摘下橙或柠檬 那就是最好 如果你是想去超市或任何其他水果店买那里的橙或柠檬 现在再想一想这些橙和柠檬在商店里存了多久呢 这还不包括橙和柠檬放在仓库的时间 我有一个朋友在得到负责仓库科技项目 之前我跟着他去参观仓库 我也好,我看到这些食物在仓库里的存放时间很长 有的可以从六个月到一年左右时间 我举个例子,你应该看看从超市买的香蕉 如果这香蕉是刚刚从香蕉树摘下 或在当地生产就没问题 但如果是来自食品生产商或供应商 如果是进口产品,那你就得注意咯 因为如果你想去超市买那些橙,柠檬或香蕉 并认为我可以从那里得到维生素C和所有营养成分 现在再想一想 因为这些食物经过许多预处理 pre-process,在它到达你手中之前 它们已经被保存了很久 它们被保存在冷藏状态下,加上防腐剂 再加上所有化学物质使它看起来很好看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超市看看那些柠檬,橙或香蕉 你有点惊讶,老实说,会有点惊讶 因为它们看起来很漂亮 我们知道这些水果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一定的处理过程 使这些水果看起来很好 所以那些对我们有益的维生素和成分一直在降解或退化了 我觉得我可以这么说 当这些水果到你的手中时候 已经流失了很多很多的营养成分 所以维生素还剩多少呢? 好的营养还剩多少呢? 我能告诉你橙和柠檬如果是刚从树上摘下 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因为我碰巧一个朋友 在他家后面有一棵柠檬树 我从他后院的树上尝到柠檬味道和市场上的有很大不同 所以我将在这个视频中更多谈论Nissagen Nissagen是一种食品补充剂 Nissagen是将多种成分组合在一个主角片 你应该主角它 你不应该吞咽它 要片有多大 我会在接下来的几个视频中给你看 它的样子如何服用等等 所以现在让我们谈谈Nissagen成分 Nissagen的主要成分是黑子 Black seed 我将在接下来几个视频中更多谈论黑子 Black seed 总而言之黑子是一种药草 说实话它是一种神奇的药草 它里面有很多益处 我们在马来西亚没有黑子种植场或黑子树 它不是在这里气候生长的 它生长在中东地区 是中东人美食的其中一个成分 人类多年来一直都在食用黑子 不仅仅是它的食物特性 还有它的医疗价值 黑子可以使你的身体恢复 活力 帮助细胞修护 过程中补充您的细胞 已经有很多研究报告论文都在谈论黑子的好处 你们可以随时联络我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 你可以看到直接联系我的WhatsApp号码 就在这旁边 如果你想问我更多关于我说的东西 或你有些语问 或你有你的意见 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 Nissagen的信息 我会慢慢跟大家讲解这个Nissagen 所以除了黑子外 它含有蜂蜜粉末妆 所以我将更多的谈论 为什么在这个配方中使用粉末 所以它有黑子粉 蜂蜜粉和抗坏血酸 Ascorbic Acid 它是维生素C的化学成分 还有橙质粉 还有Zinc 还有维生素D 特别是维生素D3 现在你可以看到将食物成分 食物元素 与医学元素 化学元素混在一个片季中 一旦进入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将会将其识别为食物 而不是药物配方 而不像这个化学补充剂 这个进入身体 是这里一点维生素 某些配方加了一点Zinc 身体不认它是食物 它认它是药 而这 你的身体 会将它当作食物 从而吸取营养物质 所以这营养物质 就变成了天然药物 请大家耐心等待 我在接下来的几个视频中将讨论NisaGen 谢谢你 期待下一个视频 见到你 如果你喜欢SBE Malaysia的影片 就请按赞 以及Subscribe SBE Malaysia 我们将带给你更多好的信息 谢谢